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斯·沙密拉牌组是一个目前使用率最高牌组 有15.19%人在玩 而胜率有54.51% 由菲斯·沙密拉洗劫与隐秘牌组成 用警告射击 酷炫射击 沙密拉生成的狂战本能触发洗劫 而且也可以帮助菲斯升级和摇摆泡泡鱼降费 到了T5以后 用海军上将雪莉不断打出急速专注法术 Buff其他隐秘单位体质 让对手想挡也挡不了 权力初级是一个新卡可以洗劫 本回合给予一个友军单位加2加2 一张兼具进攻与防守的急速法术 如果对手要造成两点伤害要胖费 但是现在用一费就可以加2加2 对手根本应付不了 在抽率能力方面 有岩之一弗那和盗钩锁链 可以当我方发动洗劫时 抽一张牌并给予其飞式 及下次回合开始时 抽两张牌并给予其飞式 基本上是打一抽一的节奏 有了他们就不怕没手牌 你可能是要担心抽太多没牌可抽吧 重金属 芭蕾剑舞 也有一定的单解也能 如果对手也有一些血量高或隐秘单位 就用芭蕾剑舞晕他 耍老千也蛮适合这牌组的 除了是洗劫可以配合研制衣服那外 也可以看看对手手上的牌预防一下 也有时候对手手上有一些好用的直伤法术可以偷 总和以上的低费抽牌 也可以毛的出来飞斯 薩蜜拉他们都不难升级吧 升级飞斯去吃我方的buff 就算对手想借 也会在我方打出法术时 抵消所有以飞斯为目标的敌方法术斜线技能 薩蜜拉升级也不难 但是如果有办法可以打出六张牌 那你的场优也不会太差 总之是一个蛮强的快攻combo牌组 菲斯薩蜜拉牌组容易对付卡马赛特牌组 探底这种后期牌组 因为手牌可以跟得上 但是比较难应付提摩凯特林牌组 奎恩关牌组 提摩凯特林有隐秘和闪光陷阱 可以应付菲斯薩蜜拉的低血隐秘单位 而且抽牌也只会抽到更多陷阱 奎恩关牌组是因为有回血有挑战者 可以应付低血隐秘单位 而且关可以集取两点生命值 菲斯薩蜜拉也比较难斩杀 卡马赛特牌组 卡马赛特牌组是一个目前使用率第二高牌组 有7.12%人在玩 而胜率有53.24% 由卡马赛特金币与抽牌牌组成 金币是可累加 每累加就恢复多一点魔力 在前期用黑市拳手 圆滑掉酒师战场回血生成金币 万一有单位要解 也可以用伤害法术或召唤赛特挑战者攻击单解 也可以在T7召唤青天歌者 除了可以使我方牌组的法术费用减半 也可以攻击防守来吸血 到了后期就召回卡马 赛特用前期所处下的金币 卡马再复制一次金币 基本上已经回满魔力了 用魔法方程式抽更多的牌 下注抽牌 而且下注是可以再生成金币的 而且有卡马再是生成两次 所以是可以再用金币回满魔力 再抽牌 而且刚刚就打出了青天歌者 法术费用都减半了 就可以大用特用 赛特也会生成碳位关制 泯灭一个敌军单位 对所有其他敌军单位与敌方主堡造成一点伤害 对手手牌资源跟不上你 就可以终结对手 总之是一个蛮强的后期combo牌组 卡马赛特牌组容易对付一切后期牌组 因为有卡马有赛特 后期不会弱 而且有抵制有换人 确保英雄的安全 但是比较难应付在T7前后发力的牌组 例如菲斯沙密拉 复旦 探底 提摩凯特林 可能在卡马赛特开悟前就死了 提摩凯特林牌组 提摩凯特林牌组是一个目前使用率第三高的旧牌组 有4.20%人在玩 而胜率有47.69% 整个牌组的目的就是为了植入更多陷阱 尤其是剧毒彭姑然后触发 新版本多了闪光炸弹小贩可以在我方打出法术时 将一张闪光炸弹陷阱随机植入敌方牌组最上方八张牌中 跟彭姑小贩一起植入更多陷阱 而且有相交非派和真的派 多了法术来结场和配合闪光炸弹小贩和彭姑小贩 由于有隐秘单位 闪光炸弹好对付菲斯沙密拉 而且有大量剧毒彭姑让卡马赛特牌组不敢轻易抽牌 再加上轮替名单没有提摩凯特林 因此成为了在标准崛起的旧牌组 但是比较难应付精英 复旦这种闪光炸弹解不了单位的牌组 杰克赛特金币牌组 杰克赛特金币牌组是一个目前使用率第四高的牌组 有3.98%人在玩 而胜率有36.76% 胜率没有很高 不足四成 使用率第四高是因为杰克赛特都是新英雄 有新英雄在都想尝鲜才试试看而已 大概就是不断召唤单位生成金币 用金币一回合打出两个大单位 例如筛选者秉文大师加千伟赛南 杰克加赛特或是杀人杀人杀人 跟卡马赛特牌组不同 是一个比较前期的金币牌组 没有很好打什么牌组 但对上不是在主流牌组都有机会打赢 但是一旦对上没了牌组 就有很多机会会输 以上就是4.3.0新版本在标准赛制热门的四副牌组 会有轮替不意外 毕竟有些牌是真的难以平衡 也有些牌是真的烂 直接把他们丢到永恒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标准赛制 新玩家在标准也不用系一些不常见的牌 但是新玩家的一些牌组因为轮替而不能玩 可能官方要因轮替为新玩家制定多一些新的牌组 期望官方可以尽快修改 对于一般玩家也不是玩不了在轮替上的卡 可以到永恒上玩 永恒也有休闲和积分可以供玩家游玩 期望轮替的决定是往好方面走 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对轮替 标准永恒与新版本的看法 如果喜欢这种影片的话帮我按个赞吧 Twitch和Twitter也帮忙追踪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 那么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